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美国我认为基本上 他觉得中国大陆的军事 各方面力量崛起 可能会造成未来一个 美国极不想见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两岸统一 所以美国今后的目标就是 尽量阻止两岸统一 不管什么情况 都要阻止两岸统一 如果阻止不了的话 就让两岸打一仗 这个就是美国的 整个的一个全盘战略 战略目标就是这个 那中国大陆不是不知道 那中国大陆认为 这种外交谈判的话 总是要保持一个空间 因为美国也保留一个空间 我没有做 大陆已经讲穿 你是这个以台制华 台湾是以美谋独 大陆都讲了 美国就说我没有做 对我不支持这个 我不支持那个 可是他没事又怎么样 又踩出一下 像这一次两个动作 其实又是怎么样 又是阻止中国统一 两岸统一的 具体做法 昨天还是前天 昨天拜登在联合国 第一次把台湾问题带进去 这什么意味 非常简单 台湾问题国际化 过去是我中美关系的议题 对不起我现在拿到全世界的 最重要的政治场去谈 就是国际化 过去美国没这样做 为什么他过去几十年不做 很清楚 他不想把这个事情 把它升高到国际问题 现在就是这样做 第一步 第二个就是说 这次美国政策法案 台湾政策法案 你看对于台湾独立的这个 这个独派的立场有多少出现了 对他还说中华民国 就是在东亚的一个什么 一个岛屿叫台湾 岛国 岛国 岛国用国家的叫台湾 然后怎么讲呢 美国将来派驻台湾的这个 AIT的处长以后叫改代表 任命的方式跟美国派驻外大使一样 这都是在改变台湾 美国对台湾地位的 这个实际的做法 在改变美国对台湾 国际地位的一个怎么样 一种认定的方式 所以越改越向台独靠近 基本上是往台独靠近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中国大陆也知道 那以后中国大陆会不断的怎么样 不断的叫 不断的叫 不断的警告 可是呢 外交是什么 外交就是不断的大家把立场 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留下一点空间 那可是实际作为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就积极备战 美国也积极备战 那美国现在发觉 他们也没准备好嘛 所以他们就说 我需要83天啊 最近我美国情报官说 我需要80 美国需要83天 对可见美国离距离好 准备好 还有很长的时间嘛 那就是说 双方都会准备 谈会继续谈 不会把外交的管道 把它关掉 可是呢外交管道 没有办法阻止 两方的实际作为 那么逐渐在 美国是阻止中国未来的统一 两岸未来的统一 中国大陆就是将 两岸的统一 做更大的努力 不过因为拜登有 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上 强调的嘛 是美国不会跟中国对抗 那真的是不对抗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美国又在指控中国啦 指控中国什么呢 吸收科学家来发展核武 这是美国民间的 一个情资报告啦 那过去20年间 至少154名中国科学家 在美国最重要的 国安实验室工作 那么大陆现在呢 强力号召核武实验室的 科学家回国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 也显示出美国的忧心吗 就是担心中国的军武 这个技术大要禁吗 好那我不知道耶 你说中国号召回来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有什么 谁出了钱多 谁给的研究经费多 我就往哪儿去 这不是吗教授 我在欧洲也碰过美国来的留学生啊 那他读完书以后 那他回美国去工作 那是怎么一回事 是吗 天津地义嘛 那我到法国去留学 我读完书回来台湾工作 也是天津地义嘛 那大陆的留学生 他读完书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有了经验 有了其他的不同的知识领域 他回到他的祖国 大陆去贡献 有什么错呢 那也是天津第一个事 那现在的情况是 那些原本想留在美国的 这些中国的科学家 本身在美国受到歧视 像陈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个在美国已经待了几十年 而且是相当杰出的 中国的科学家 就这样子受到侮辱 而且不只是他一个 好多个中国的 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 就在他的学校 在他的实验室 然后FBI就进来 就把他靠走了 靠走了 然后他就 所有的学校的老师吓死了 然后就跟他保持一个距离 跟他划清界限 结果这个科学家 本身遭受了一堆的侮辱 羞辱之后 然后也找了律师 也花了不少的钱 然后去打了官司 最后被法官说你没有问题 而且还有很多的 美国的科学家说 没有问题啊 甚至学校就说 他的研究经费都没有问题啊 当初都是经过学校批准的啊 是我们学校跟大陆合作的啊 然后经费也没有经过他的口袋 都是经过学校收的啊 没有问题啊 好 等到折腾完了以后 就叫他回家 然后他已经被羞辱了 他被羞辱了 一个知识分子 在学校就这样被扣走 然后家里被收 然后全家陷入紧张恐惧 这难道不是一种司法破坏吗 是啊 肃杀之气之重 那你想想看 当一个知识分子受到侮辱 是 他回他的祖国 刚刚好而已啊 我再强调 那还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有更多的广大的 在海外的中国的科学家 都应该要效法前学生的精神 都应该要纷纷地回到自己的祖国 去贡献自己的祖国 而且要告诉全世界 只有自己的祖国强大 才不会被欺负 在海外的中国人才不会被欺负 也没有人敢再欺负 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国家强大 你就必须要贡献你的专业的知识 也就是你不能够再只图个人的 过上好日子 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而且有特殊能力 可以有特殊贡献的人 你就应该要让自己的祖国 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那教授 我这个要是不是要一起看 一起问 就是去年 有1400名的华裔科学家 从美国出走了 也就是现在目前来讲 比以前多了22% 那才多22% 那还剩下了78% 还有他可能考虑到他的孩子 在美国或是在欧洲 在哪里受教育 所以考虑到他孩子的 下一代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 你的孩子下一代再怎么样 还是黑头发黄皮肤和眼球 你永远就是长这个样子 你永远长这个样子 你在一个白人为主的社会里面 他看到你 即使你努力的不照镜子 看自己长什么样子 反正你只要不照镜子 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 你看到的白人 都以为自己也是白人 但是白人看到你 你还是不是白人 这个就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且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 有种族歧视的国度里面 你要有尊严 你要让你的下一代有尊严 你就只好做一个断然的选择 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自己的母国 来去重新再打平 让你的下一代 也在这个祖国中成长壮大 然后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 这样的一条路 另外一个我觉得 有很多的网友都会提到说 中国敢打上吗 中国很敢打上吗 毛泽东时代打了韩战 而且打了跟苏联的战争 而且也打了这个印度的战争 邓小平时代打了越南的战争 习近平时代战争虽然没打 当初也都说 那个当初欧美的所有的人都说 还有香港人也都说 你绝对不敢处理香港问题 习近平一出手香港处理了 那现在香港没问题了 不但没问题 还成为全世界 最自由贸易的一个城市 金融全球排名第四 对啊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解释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 很多台湾的 尤其1450 哎呀大陆不敢打了 哎呀大陆怎么打 你试试看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想有折扣哦